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缺氧令到它的功能受损 在物理治疗的角度 我们会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例如运动、电疗等等 令到它的功能慢慢恢复 特别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功能 例如坐、站、走路等等 中风患者在做物理治疗的过程时间的长短 在乎中风患者的严重程度 影响脑部部位而决定 一般都要做大概半年至一年 甚至要一直靠很多不同的运动 去维持它的机能活动 在做这些治疗里面 首先要提醒大家 不要粗之过急 因为中风患者在治疗 其实是让他的脑部 重新学习日常的动作 平衡和协调 所以不要逼使患者 每天不停重复一个动作 反而将这些动作融入生活里面 让他在生活里面可以练习 另外一样就是中风患者 因为他的平衡力协调 都会比中风前差很多 所以在跌倒的预防也要多加注意 中风患者在家做不同的运动 去帮助自己复康 以下我会介绍一些 在家做到安全的运动 首先中风患者 很多时候他的肌肉 特别中风那边 肌肉会有张力 如何处理这些张力 我们不是硬地拔开它 而是将手尽量打开 用手掌 放在一个平稳的表面 然后伸直手肘 或者我们帮他伸直手肘 让他用自己身体的重量 靠过去 回到中间 靠过去 回到中间 这一类的负重 可以帮我们减轻手 肌肉的张力 除此之外 中风病人也很需要 练多一些平衡力 我们不需要心急 站在这里的姿势做 我们先坐在这里 开始 首先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手 对了 然后向自大一边 移过去 收回中间 另一边也是一样 对了 再来多一次 后面帮助他做运动的家人 可以扶一扶他的背脊 令到他坐得更加稳固 除了左右之外 我们还可以练习一些转动的运动 把患者的手举到中间 然后转到右边 对了 让手碰一下 转到左边 对了 碰一下 等等 这些都可以令到他坐在这里的平衡更加好 除此之外 还可以练一些协调性的运动 例如 举起对手 对了 要他两只手一起 握一个拳头 放开 对了 握一个拳头 放开 如果两只手都做到 就一边一次 握一个拳头 放开 第二边也是一样 如果他慢慢做到运动 就可以加快速度 又或者 叫他用手指去做 首先 大拇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最后尾指 等等这些手指的运动 亦都可以帮病人 恢复他手部的控制 和协调性 除了上身的运动 我们坐在这里 还可以做很多下身的运动 例如 我们可以用脚做一些踏步 例如 当他协调到之后 可以叫他加快速度 或者加快幅度 例如踏高一点 对 踏快一点 等等 除了圆地踏之外 我们还可以 要他伸直的脚前后踏 当他控制到之后 可以练起小腿的控制 要他脚尖碰地 跟着脚跟 脚尖 跟着脚跟 等等 除此之外 还可以做两边踏 练起下肢的协调性 预备复腔之后 学习行路等 其他日常生活的活动 可以侧边踏 打开一只脚 放到中间 打开另一只脚 放到中间 当患者掌握到动作之后 可以叫他加快速度 打开 放到中间 打开 放到中间 如此类推 如果中风之后 不接受治疗 或者不做运动的话 会令到我们身体 或者我们肌肉的协调性变差 除此之外 我们肌肉的张力 亦都会提高 令到我们失去很多 我们生活的日常功能 又或者我们自我照顾的能力 都会变得差 其实中风没有直接的病发症 但是由于 如果我们减低 我们日常生活的活动 或者身体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的机能 和我们的免疫系统 会随之而变差 而引起其他病发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